自从张丹峰和红星合体出面成亲,那朱桂传言之后,这件事基本上,就已经告一段落了。 前阵子,儿子张高连18岁生日,一家人共同为儿子庆祝成人礼,四人冷腰和尹留念,儿子又比爸爸高出了几公分。 在另一张照片中,妹妹一围在哥哥的怀里,画面十分有爱。 不仅如此,前几天女儿童童的学校举办舞蹈活动,爸爸张大风抱着女儿现身,红星跟在身后一脸幸福,看着老公和孩子,这甜蜜的一家三口,不仅让人感叹还是熟悉的味道, 童童的眼睛上红红的,像是长了个斗,所以兴致一直不高,妈妈红星一脸欠笑,四十八岁的她身着微领上衣和热裤,好身材一览无余。 虽然红星容貌不似年轻时娇憾,但岁月也给她,增添了更多成熟女人的温柔与韧味。 在见证这一家三口的幸福之余,不少网友发现,平时和张大风夫妇四脸提音,得比银正回没有在活动中出现, 就连助理也换成了陌生面孔,难不成张丹丰真的顺应允议,将经纪人换掉了? 不过,小八随手一搜张丹丰,发现她的微博简介,依旧写着经纪人B小姐, 这也正因为之前红星在回应视频里说的那番话,不会因为一点点小的失误就炒掉她,会给她机会, 而这一点点小的错误,就是指碧莹平时在微博上表现,得太像一个小本丝,而没有将她作为一个工作的平台, 从碧莹的微博中也能看出,从上次发了一条,澄清微博后,她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任何的动态, 而她不更博的原因,一个是像红星说的,之前在微博的言论和善照有不妥之处,而是来自网络的暴力, 因为碧莹没有关闭评论,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她的动态下帮进行谩骂, 想必再更博的话,又会是一场新的血鱼腥风,只是小巴翻红星微博时发现了一个神预言, 早在今年一月份,红星一次和张丹峰开玩笑,发了一条张丹峰要退出娱乐圈的微博, 没想到当天就有好几个网友在微博底下评论,让她小心经纪人, 有时候,比狗仔更关心明星隐私的就是粉丝了, 他们关心着爱到的一举一动,爱之身总能让他们在看似平常的东西中, 嗅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,像必也是必赢的一举一动早应粉丝不满, 所以才会产生这些误会。 所以,不仅是明星在娱乐圈,应该谨言慎行做好表率, 作为明星的工作人员,也难免会如履薄冰, 相信这件事情也会给圈中所有的经纪人敲一气尽忠, 毕竟网络社会,自由总是相对的。 感谢观看